今天又熊耳了 俺不就是把你床单尿湿了 天天都熊耳 俺真的是太委屈了 你以为夏天最大的烦恼是热吗 错 夏天最大的烦恼是又胖又热 拿来吧你 真小啊 味道好极了 把你家女儿发出来 看看谁的更可爱 千万别给你的宝宝五太多了 其实宝宝的体温就偏高些 它真没那么冷 一定要给宝宝做好保湿的工作 才不会像我们这样给整红点点了 宝宝太小了 我真舍不得用激素类药库 这不再网上看着 那可带着清菊乳 听说能舒缓宝宝皮肤 干痒和泛红 就买回来试试吧 把红的地方都涂涂 还别说用了几次 竟然没红点点了 研究一下成分 只选用了五到六月的清菊 所以红的地方才好了这么快 再加上牛股火树果汁 和小沙丸 想不保持购买 这赶紧的得给它来的 太沙摩外加全身SPA 这种乳液之地的 它上去还挺好吸收的 就这样足了一星期之后 宝子身上又是滑溜溜的了 有了这次经验 每次开关空桥都更注意了 没在忽量忽量的 宝宝身上也没在几点点